那恒天團防彈少年BTS 向來形象清新又勵志 在全球各地圈了不少粉 不過人紅是非就多 最近他們因為發表了一段獲獎致詞 就意外捲入了政治口水戰 結果網友就痛逼他們辱華 揚言抵制 目前已經有不少的品牌 悄悄的就把有關BTS合作或廣告下架 就怕掃到台風尾 那BTS是到底說了什麼 十惡不赦的話了呢 大家好我是凡奇緒 歡迎收看凡奇緒的today看世界 上週三獲獎無數的BTS 又獲頒了一個特別的獎項 叫做范弗莉特獎 那這個獎項是美國非營利組織 韓國協會在1995年設立的獎項 這個組織的創辦人以及獎項的名稱 來自曾經打過韓戰 兒子也在當時不幸喪生的范弗莉特將軍 獎項的目的是為了表揚那些 對促進美韓關係 做出貢獻的韓國人或美國人 既然是一個跟美韓友好 以及韓戰相關的獎項 那BTS的團長金南俊就在致詞的影片裡面說啦 今年是韓戰70週年 我們要永遠銘記兩國共同經歷的苦難歷史 以及為此犧牲的無數男女 聽起來中規中矩沒什麼大問題啊 結果沒想到中國網友就不爽了 你把我們中國放在哪裡啊 指控BTS辱華 不尊重也在韓戰中犧牲的20萬 中國偉大獵士傷害了中國人的情感 那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國官媒 環球時報呢對這起事件就做了大量的報導 說部分BTS的粉絲也就是ARMY 在第一時間就表示脫粉 因為涉及國家最年的事情絕對不能忍 而在官媒的推播主欄之下呢 hashtag防彈少年團辱華 跟hashtag國家面前無愛鬥這兩個標籤呢 也在中國社交平台上就爆紅了 不過韓戰到底關中國什麼事呢 我們簡單交代一下韓戰的始末啊 在1950年的6月25號呢 當時的北韓領導人金日成 在蘇聯支持之下就發動了 統一朝鮮半島的戰爭 當時北韓的軍力少說是南韓的兩倍 所以短短三天呢就攻下了南韓的首都 當時呢叫做漢城 那南韓就趕緊跟美國討救兵啊 後來美國跟聯合國軍隊趕到 就幫南韓收復了屍土 還進一步就越過了38度線 朝平壤推進 中共認為呢這威脅到中共的國家利益 因此就出兵支援北韓 還把戰士定調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結果呢這個韓戰一打就是三年多 死亡人數超過300萬 都已經70年了 兩韓至今只簽署了百門店停戰協定 尚未簽署和平協議 所以法律上依然是戰爭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分組一下啊 南韓美國聯合國是同一個陣營 北韓中共跟蘇聯是另一個陣營 那…南韓人在自家戰爭紀念活動上 提到歷史上的敵人 這不是很奇怪嗎 北韓有核彈少年團的話 才會感謝中國吧 但目前呢已經有許多憤怒的中國網友 放話要抵制所有跟BTS相關的商品 導致幾家在中國做生意的跨國公司 就默默地跟BTS切割避風頭 三星的中國網站跟電商平台 已經找不到BTS的聯名款手機跟耳機 運動服品牌FILA 這把所有提到這個BTS的天文都刪光光了 那現代汽車也把旗下中國社交媒體帳戶中 跟BTS相關的廣告跟天文通通下架 以免受到波及 但就在事態不斷升級的時候呢 中國外交部這回倒是罕見的滅火了 發言人戰狼趙立堅就低調回應 以史為劍面向未來 真愛和平促進友好 值得我們共同努力 代表中共官方不打算在這件事情上繼續做文章 南韓外交部的副發言人也打關槍 說會關注局勢 為中韓友誼繼續努力 其實近年來已經有不少韓星遭到中國網友抵制 那就在兩個月以前呢 南韓的知名歌手李孝麗 在娛樂節目中就提到 未來可能進軍中國市場 打算幫自己取個中國藝名 啊取什麼好呢 嗯...那叫做帽好了 結果立刻被小粉紅出征 就指控這個李孝麗呢 是在嘲笑已故的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 還去她這個Instagram的瘋狂洗版 最後一則撲文 留言數高達54萬條 幾天之後呢 李孝麗就索性直接把帳號就刪除了 不久前呢 韓星鄭宇聖啊 SuperJr史源呢 也都因為點了香港反送中相關的貼文讚 就慘遭中國網民圍剿 還有一個相信台灣民眾應該都不陌生啦 就是女團twice的周子瑜 因為手拿中華民國國旗遭到檢舉台獨 害她被迫道歉 這回呢 BTS捲入政治風波 國際媒體也強烈聚焦 英國金融時報就說呢 這凸顯了在民族主義升溫的背景之下 跨國企業在中國面臨的風險 路透社則表示呢 這場爭議是中國到處散布的 政治地雷的最新例證 韓國時報呢 則是痛批喔 這起事件 掀起南韓 對於中國動不動 就拿龐大市場做要挾的薪酬就恨 美國之音的報導則說 在推特中文圈有推友認為 這個局面標誌的中國當局以辱華的名義 對外國人的言論管制再上一個台階 即如果你違反了中國當局所謂的正確集體性記憶 那麼對不起你就辱華了 這些地雷對有意到中國發展的企業都是成本 踩到地雷的外國企業不升門 一舉NBA啦 韓國現在汽車啦 服飾公司跟MDNG全部都踩過 這次的事件是發生在BTS的經濟BigHit 要公開上市的前夕 那這很可能會對這個BigHit的IPO就造成衝擊 那今天我想問大家的是 你覺得這些地雷會讓外國企業放棄中國市場嗎 還是會更小心翼翼的避開地雷 你如果喜歡這個節目 趕快分享給更多人看見 你也可以訂閱Light Today官方帳號 他就會每天把重要的新聞 包括這個節目推送到你的手機裡 萬一錯過了到Light Today國際欄目裡面 就我們所有的報導 歡迎收看Light Today看世界 天天為你精選一則國際話題 帶你快速瞄懂世界大樹門面見